我警告你划纱 你要再感动我二日 我就跟你拼命 你想怎么样你 你说 你跟我拼了 这么大的火 你是为了你儿子 还是为了你老公啊 你还想让我再煽你耳光吗 你是为了你老公 马上就要变成我老公了是吗 苏然 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跟明琪 已经开始规划我们的未来了 我们还买了房子呢 我可以让你看 购房合同书 现在相信了吧 虽然这房子不大 但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怎么样都行 我们会很开心很幸福 我知道明琪要跟你离婚 你会不好受 多多也会伤心 因为她现在还小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多多好的 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就像今天 多多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你知道吗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已懂过儿子 听清楚了没有 有些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跟明琪已经开始规划我们的未来了 购房合同书 购房合同书 虽然这房子不大 但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怎么样都行 我们会很开心很幸福 我们会很开心很幸福 走 走 她让你走你跟她走啊 奶奶让我回家找到 她跟奶奶打过电话 那你为什么不等训练完了以后再走 你还骗焦练 说奶奶生病了 然后你就提前走 你说我带我去买变形金刚 为了一个变形金刚 你就跟别人走吗 她要把你骗了呢 她要把你卖了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妈妈为这事有多着急 咋 听见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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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记住 我 这辈子不要拿别人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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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都 多多已经睡了 那个多多我教训他们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多多 这怪多多吗 张敏奇 自你同意离婚之前 我跟多多姓搬出去住 不是 你们干嘛 要搬出去住啊 今天发生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意外 你知道吗 我今天去找华莎了 我在她那儿看到了 你们的未来 新生活的规划 你不要再骗我了 不是 华莎的话你也信啊 她就是一个撒谎的人 就是一个神经病 你怎么能信她的话呢 张敏奇 我不想再跟你们纠缠了 你知道吗 不管她是不是个分子 那是你自己 那是你自己解决 不要再影响我跟孩子 我不想跟你纠缠你知道吗 我就求你求求你了素人 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你给我时间 你让我证明给你看 真的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素人 我求求你了赵敏奇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同意我看在孩子的份上 离了吧 离了我们就全家太拙了吧 你干嘛要这样吗 你放过我 我当然放不动 我家有一天孩子 以为你在出什么事 可是我们两个离了婚离了